應該在座的前輩應該都有經歷過 所以那個時候程序委員會 剛好是民進黨執政 經過本辦公室的統計 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的時期 程序委員會裡面開了271次會議 有222次有暫緩列役 暫緩紀錄的決議 案件的暫緩次數是5579次 總共平均一次 如果有出現暫緩列案的話 總共每一次會議裡面有20.6案 但是到了2008年之後 我們的第七屆跟第八屆的會期裡面 程序委員會總共開了393次 有暫緩案件的次數是124次 平均竟然降到只有0.32 過去的政黨比例是不一樣的 可以顯見在不同政黨執政的時候 立法院裡面的多數 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的確是可以做到 杯葛列案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就發生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所以民進黨執政時期 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被暫緩列案的比例高達45倍 這不可思議 那也顯見的程序委員會 的確做了立法院大院 跟委員會的太上皇 他們決定實質審查了各個案件 而且是不經討論 直接表決 所以我們提出了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法的 第四條的修正案 那第四條修正案裡面 增加一項 就是如果 前項第一款 也就是說 在程序委員會的執掌裡面 的六項 如果完畢並符合本院職權 應急列案排入院會議事日程 報告事項 不得刪除或緩列 就是把這一項 其實本來沒有寫 程序委員會也不應該 躍權去做這個事情 把它名列在 組織規程裡面 那我想這樣子 比較符合 程序委員會的功能 那也符合各 我們立法院的各階層的 的權力質詢 那這個 這一個是第一個案子 那第二個案子是 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 實施辦法的草案 那這個案子 我跟各位報告 這幾年其實 公民運動風起雲湧 那我們的社群網路 跟網際網路的使用 也非常多 所以在英國 美國 德國 各個國會網頁 或者是 甚至是總統府 或行政部門的網頁上 都有很多公民參與 創制覆決 然後跟公民監督 公共政策的一個管道 那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第一個我們也要回應 民間 我們不需要讓人民 一直上街頭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第二個 也讓人民在 在公投之外 對於創制權的行使 跟覆決權的行使 有其他的管道 第三個最重要的 也在這些創制覆決權 跟監督行政部門的 這樣一個權力上面 他們也完全尊重到立法院 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使 在這個上面 我們提出了 網路公民提案的實施辦法 那簡單來說 這個辦法 我們名列了幾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他要達到了 複議的門檻 那這個門檻是 第一階段是550份 第二階段是5000份 然後在達到5000份的時候 行政機關就必須要對於政策 提出公開的說明 不然用新聞稿的方式 用記者會的方式都可以 那在下一階段 如果要達到兩千 兩萬人的門檻的話 那立法院就有 就有義務來召開公聽會 那如果是法律的制定案 跟修正案的話 他的成案門檻就是5萬份 那這個份數 那大概符合我國的人口數 那也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 網路國民提案的實施辦法 如果可以在立法院 可以通過的話 那我相信也符合 我們尊重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使 那也符合我們公民社會的期待 那讓我們的公民 可以透過網路 然後達到人民在公投之外 然後可以有創制覆決權的行使 那也可以對於行政部門 做有效的監督 那以上兩個案做提案報告 好 謝謝政委員的提案說明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代表 黃國昌委員做提案說明 跟幾位再一次提醒 我們希望提案委員跟黨團代表 如果可以等一下尋答留在現場 那麼接受委員提問 那個是我們最歡迎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席喔 還有在場各位的委員 那今天代表時代力量黨團 到司法法治委員會 針對我們有關於立法院組織法 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相關的條文 來進行提案的說明 那剛剛主席有財事 希望我們留下來做提案說明 不過先跟在場所有的委員抱歉 因為我今天自己財政委員會還在開會 所以可能兩個地方跑來跑去 那不過在空檔的時間 只要財政委員會 我自己那邊的巡達結束以後 那我都會盡量待在現場 接受各位委員的吹訊 那這次時代力量提出這些國會改革的法案 可以說是我們國會改革法案的第一波 那主要鎖定的方向 在整個國會透明 國會議長的中立 還有國會調查權的形式 針對國會透明的部分 在新任的院長還有副院長還有秘書長 他們的共同努力之下 已經在現行的法規所允許的範圍 盡可能的再實踐 那這一點時代力量表達高度的肯定 那第二個部分 就有關於國會議長跟副議長的中立化 現在現行的條文當中 雖然沒有明定 那不過 現任的院長跟副院長 他們也都宣誓了 採取了議長中立 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而且現在也秉持這樣的原則 來行使他們的職權 那針對這件事情 時代力量也願意表達肯定 那我們就目前為止所提出來的法案 那大概就是針對 我們大家都已經有共識的部分 那語語明文的規定 相關的法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容我不要一一的敘述 那要特別跟各位報告的部分 是在有關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的修正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這一次我們修正的內容在於國會調查權的建立 那關於國會調查權的討論 要跟貴會還有貴會委員特別報告的是 這件事情在台灣 討論了已經非常非常久 不管是公民團體還是學者專家 對於這件事情的討論 對於我們目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委員兩項主要行使的職權的方式 一個是質詢一個是公聽會 跟英美法治國家相對比起來 他們有聽證會 兩者之間的一同 在學禮上面 以及在食物運作效果上面 所產生的巨大的差別 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討論 那我也不要在這邊掉書袋子 一一來加以詳述 那要跟各位報告啊 就是時代力量黨團這一次 針對於國會調查權條文 整個耶尼亞的脈絡 事實上是我自己在2012年的時候 接受那個時候 有一些立法委員的委託 跟來自於美國、英國、法國 拿到博士學位 已經在國內任教的學者 我們組成了一個研究的小組 研究了美國、英國、法國 有關於國會調查權行使的方式 配合我國目前的立法力 所做出來的條文修正 那一次條文所提出來的內容 曾經也提過到立法院來進行審議 也在立法院曾經辦過公聽會 那一場公聽會 不管是公民團體 還是當時的院長王金平先生 通通都有參加 那這個條文設計 主要採取的方式是 為了避免對於我國 目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立法力 造成過度劇烈的影響 那因此我們維持了質詢跟公聽會 沒有另外開辟章節 去制定國會聽證的程序 但是就目前有關於質詢跟公聽會裡面 條文的設計 則賦予了它實際的法律效果 包括了拒絕出席質詢 拒絕出席公聽會 以及在立法院職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它如果提供虛偽不實的資訊 所會產生裁罰的效果 那就這個部分 在整個立法例上 分成三軌來加以進行 第一軌是針對政府官員的部分 如果虛偽陳述的話 除了面臨相關行政責任的追究以外 那也會遭受到一定法律責任的追究 那第二軌的部分 事實上是針對有關於一般人民 他如果拒絕出席的話 那這個時候拒絕出席的效果 採取的是罰還的規定 那第三個部分是針對出席的人 如果做虛偽陳述的話 而他不是公務員 那這個時候 雖然不會有行政責任的追究 但是他會有裁罰的規定 那如同我跟各位所報告的 那個制度設計是從4至585號 參著各個國家的立法力 後來我們所針對台灣目前 現在實施的狀況 所採取制度設計 那至於說其他各國的立法力 具體的條文是什麼 規範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貴會有進一步 需要垂循的必要 那本黨團都非常樂意提供 那最後我要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有關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 到底要不要擴及 私人跟司法人的部分 各位如果詳細的閱讀 《時代力量黨團》 我們所提出來的法案 會發現裡面有兩個 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 一個是受傳喚的人 他們所受的程序保障 他可以攜帶律師 以及其他的代理人 輔助人協同出席 第二個部分是 就有關於受傳喚的人 如果他有隱私 業務上的秘密 刑事訴訟法上面 可以拒絕證言的事由 他通通可以援引 這樣子的程序保障 而來不出席這一場聽證會 那最後希望我們 對於整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能夠參佐我國現實的需要 其他國家立法的現況 還有很多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 公民團體 大家如果針對立法權 立法調查權裡面 有不一樣的看法或設計 能夠在貴委員會當中 進行充分的審議跟討論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時代力量也會盡我們的力量 就我們所知 以及在嚴禮法案的過程當中 所參佐的立法資料 提供給貴會 還有貴委員會參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時代力量黨團的代表 黃國昌委員的說明 那 好像沒有在 好 我們現在 這個 請親民黨黨團代表說明 親民黨黨團代表 親民黨黨代表沒有在現場 我們請提案人陳明文委員說明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請提案人趙天林委員 趙天林委員 趙天林委員 不在 請提案人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 不在 那麼我們已經這個 宣讀過名字的委員 或者黨團 我們等一下就不再開放 提案說明的時間 如果要做說明的話 麻煩在十點半以前 來主席台登記發言 利用自己發言的時間來做說明 好 我們現在已經報告完畢 現在要進行尋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十二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十點三十分 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 柯建民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你委員秘書長齁 今天本席已經在這個地方 來 請坐 好 請坐 請坐 不然叫別人 因為 請答問題 其實 這是 整個 國會改革 應該是國會各黨團之間的論戰 好 那 中英化的 中英化的 中英化的這個 國會議長 以及副議長齁 齁 來自於這個 民主長齁 齁 其實你智慧的空間是不多的 齁 這個說明 那首先要說明的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版本總共有25個版本 那當然 目前兩個最大黨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版本 都還沒 互違 那在這裡說明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黨版 在商人界 第八屆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刻 在12月5號 被國民黨擋了 一千多次 所有國會改革版本 被擋一千多次